和你谈谈车股 先谈比亚迪 因为近日的消息也有比较多 最新就是之前有报道 比亚迪的董事长王全福 叫小米不要做车了 就是浪费时间 最新的消息就是他否认了 同时也说到 与小米在谈设车方面的合作 其实比亚迪过去一个月 都升了五成 你觉得现在还可以继续追入呢? 其实已经是升了这么多的时候 这个时间作为一个短线的部署来追入 风险方面都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你是看好 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前景 可能都会考虑拿着这一只股份 起码有三个月甚或是半年这些时间 相对上来说 现在的股价 按照图来看 仍然是有一个水位来到上升 至少我们看到 今年一二月的时间的时候 股价都是去到278元这些位置 对应现在210多元的时候 都说到大概有三成的潜在升幅 所以有个持股心理准备的时候 才入市就会比较好一点 至于一些短线的部署朋友 我自己觉得可以看看 有没有机会在200元以下的时候 大概介乎190-200元之间 才入市部署就会比较好一点